直擊全台蚊子工業區 這不是復仇者聯盟總部 而是中台灣創新園區 但前衛的建築旁卻是荒煙漫草 沒錯 你看到的就是蚊子工業區 這裡計劃創造上萬就業機會 但現在一半以上都是雜草 整個園區空蕩蕩 現在繼續帶大家來看大潭工業區的現況 可以看到這邊完全完完全全 都只有雜草還有空地 幾乎等於是在養蚊子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整個大潭工業區 最多的不是工廠 而是這些放在路面上出租的廣告刊牌 我們用空拍機升空 發現一旁的陶科更誇張 這裡成立十年了 土地也被廠商買光 但占地279公頃的陶科工業區 被財團囤積養蚊子的面積超過50公頃 鏡頭拉到好山好水的宜蘭科學園區 耗資81億占地70公頃 經由少數廠商願意進駐 閒置面積高達32公頃 而設置在苗栗銅鑼鄉山頭的 竹科銅鑼科學園區 把山林挖開打造科技重鎮 但閒置面積也多達33公頃 進入開發30多年的張濱工業區 仰蚊子的面積高達100公頃 土地使用狀況相當低 但企業仍要求政府繼續開發新用地 除了說土地沒有利用以外 另外一方面因為 政府要應應新的產業用地的需求 要去開發非常多 每年都會有新的工業區的開發 產業規劃沒有願景 然後跟執行層面上面沒有管理 我覺得這是政府要負很大的責任 政府不斷開發 廠商不斷囤積 造就全台近千公頃的蚊子工業區 失控的工業地至今仍持續著 開發